大家好,我是小翔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徐宝拉美 说起这个名字 人们总会想到那个带着甜甜的笑容 皮肤白皙的女孩 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在她刚刚成年的时候 因为不小心从楼梯间滑落 让她的下半身瘫痪了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 她努力学习越野和滑雪 终于成为了韩国残疾人滑雪的名将 她还在今年四月份举行了盛大而浪漫的婚礼 她的肚子里还有了一条新的小生命 大家都以为她苦尽甘来了 可还是十分不幸 徐宝拉美因为心脏病而离世 她肚子里的宝宝也随着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 因为她的离世 徐宝拉美的亲人悲痛不已 普通人都觉得越野滑雪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运动 更别说是残疾人了 为了在越野滑雪中取得突出的成就 徐宝拉美一直加强努力学习 希望可以顺利进行这项运动 她日复一日年复一日的坚持 哪怕天气恶劣 她也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加强训练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 徐宝拉美可以十分自如的进行越野滑雪了 在2010年到2018年间 她凭着出色的表现拿回了不少大奖 她那滑翔的身影深深的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更获得了越野滑雪第一人的称号 在2021年 徐宝拉美结束了爱情长跑和相爱多年的男朋友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段时间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有的群众猜想她是否退役了 事实上 徐宝拉美并没有退役 她知道明年就要迎来了2022年冬奥会了 她想在冬奥会到来之前把人生大事都给办了 等结婚生子了以后她再安心进行训练 然后再次出现在北京的赛场 但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般顺利 徐宝拉美不能与所爱之人携手一生 也不能把孩子顺利带到这个世上 她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徐宝拉美的家人只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们一边逝去眼角的泪水 一边周密地为徐宝拉美筹办后事 之后他们还要想如何面对媒体 如何安抚关心她的粉丝 以后会不会进行追悼会还不知道 不过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 期待可以来到她当前为她送上一朵花 为她进行送别 冬奥会马上要来了 不少体育的明星会在冬奥会来之前 参加一些综艺活动 这样做不但可以出现在电视大屏幕前 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还可以宣传自己的运动项目 徐宝拉美也抓紧了这个时间积极参加综艺节目 前段时间她还录制了一档综艺节目 名字叫做能玩的姐姐 原本节目组是打算在7月13日播出这档综艺节目 可如今她忽然因病离世了 节目组考虑到这个原因 打算再次征询徐宝拉美家属的同意 若他们不愿播放该节目 那他们便会停止播放节目 对于徐宝拉美的离世 众人感到非常惊讶与惋惜 希望坚强而勇敢的她一路走好吧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 欢迎订阅和赞